美国华裔平等权益协会近日在核桃市李新华翡翠金城举办2015迎春晚宴即成立大会 协会主席田振东及相关成员出席了晚宴 道场嘉宾还涉及政界商界名人 其中包括了加州参议员Bob Huff及夫人何美梅 陈宝丽集团首席执行长兼总裁徐坚 和前联邦教育部助理部长张曼军 晚宴还为宾客们带来了精彩分成的节目演出 华权会会长田振东表示该会的宗旨是扶贫、铸困、维权 他曾在2014年抗议美国主流卫视ABC辱华报导 反SCA5案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争取在今年配合加州共和党议员Bob Huff 提出的春节起案 他会把2月49日作为一个固定的法定的节日 写进加州的教育法案 他会提出来 当然这个从起案到最后的法案实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现在就在逆推这个法案 每个族域都有他的团体来保护他们 那我们终于现在也看到这个华人也有我们自己团体来保护我们华人 所以我今天还挺高兴来支持他们的 在今后一年里 华权会会积极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从而引力大家展现华人风采 这是Asian Media在核桃市的综合报道 在核桃市的综合报道